本台曾报道过薄熙来和王立军在辽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而根据明慧网的资料 这两人先后到重庆后仍然残酷迫害法轮功 请看详细报道 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任职后至今 重庆市已有1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41人被判刑 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多达211人 537人次被绑架、抄家和骚扰 重庆市和各区县设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16个 每个洗脑班都投资超过百万元 重庆沙平区的秦大雄 08年9月5日被迫害致死前 曾被绑架和毒打 关押在重庆西山平劳教所 原重庆江津区税务退休干部江西青 也是被关进这间劳教所后离奇死亡的 2009年1月28日 老人的子女接到死亡通知 赶到殡仪馆时 老人在兵柜里已存放了七个多小时 他们发现老人的身体还是热的 但警方不顾家人的请求 强行将老人火化 随后江西青的家人提出控告 当地律师无人敢接这个案子 而从北京赶到重庆接受代理的律师 竟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 江西青的女儿也被劳教 在重庆 国报警察不仅逼迫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 还使用酷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 甚至还在饭菜中投入不明药物 导致部分学员精神失常 江北区长安厂野经科退休女工程师 黄柳珍已年过七旬仍被劳教两次 被迫害至双目失明 河川区的法轮功学员徐珍 去年9月26日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 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致死 目前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多个国家 提出了50多个诉讼案 起诉以江泽民为首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其中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龄和吴关正等 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 新唐人记者邵宏、李欣欣综合报道